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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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首先 很高兴 又来到了佛教青年洪法团 首先我要很感谢 佛教青年洪法团的主席 洪法部的主任 还有秘书长 还有所有的干部 这次 恭请法华经讲座 第28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我记得上一次在这边刚讲过方便品 所以好像是上个月的事情 今天又来新加坡了 那 当然 在座有很多我认识的联友 老朋友 很高兴也见到你 不管你多老 我都会记得你的 也有年轻的朋友 也有新的朋友 所以 这一次讲座呢 一共有五天 最后一天是撒镜 所以可能我们会点灯 那先看幻灯片 法花经 我本身是非常的欢喜 在新加坡已经讲过很多品 这一次呢 与佛教青年洪法团干部讨论的结果是 介绍第28 普贤菩萨劝发品 这一品非常的舒适 所以这一次我一样会从佛教的教义 朝圣以及艺术来介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封面 那 所选的版本呢 是纠摩罗舌大师所翻译的 因为在中国的法花经呢 是有三个翻译版本的 时间呢 是14号到18号 我关心一下 你们公告是7点半还是8点钟啊 7点半是吗 OK 好 那就7点半到9点半吧 今天第一天 然后呢 单位呢是佛教青年洪法团 所以很高兴齐请讲法花经 功德是很大的 好 接下来请看下一张 你们都认识吧 看得到吗 可能有些电视荧幕不是很清楚啊 很抱歉 因为大会呢已经很努力了 因为以前的和尚是不用电脑 现在的和尚才用电脑 所以传统的建筑上呢 是有一些局限 所以不一定很圆满 请大家能够多多的体谅 好 请看翻开讲义第一页 为了要这次讲座 我也很用心 也很认真 也花了很多时间 做我这样的法师是很可怜的 长了很多的青春痘 已经长了三个月了 还没有笑下去 好 注意听 这一次呢 我要带大家共修的 是要念弥勒菩萨的发愿文 是你从来没有念过的 请看第一页 弥勒菩萨所问会 出自于大宝基金 弥勒菩萨所问会的寄送 是由唐朝菩提流之所翻译的 大宝基金是一部很好的重书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 《无量寿无来会》 就是介绍阿弥陀佛 那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念这个 弥勒菩萨所问会里面的 发愿的寄送 那你一定会很压抑 师父你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吗 怎么这一次你要介绍弥勒菩萨呢 没错 这一次我要介绍法华经 同时也要介绍 普贤王菩萨 也要介绍弥勒菩萨 这是这一次讲座的重点 而在没有共修之前 我先简单地讲 待会我会带你们念 因为是第一天 所以我用念的 因为你们没有念过这个文章 所以第一天呢 很专心地念 我会念一次 你跟着我念一次 不管是在楼上 或楼下的莲友 请你把心定下来 你都有讲义 而且我还找了莲友 打了汉语拼音 顾虑到有些莲友 可能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或是马来西亚 你的华文不懂没有关系 但是旁边有打汉语拼音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 我跟米勒菩萨是什么缘呢 是我在读了《般若经》 尤其是《大般若经》的时候 我读西藏的《现观庄言论》 西藏的《现观庄言论》 就是米勒菩萨所说的 第二个 你若读中国的《大制度论》 以及中国的《瑜伽师弟论》 乃至于读了很多很多的经论 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世界 下一尊授记的佛 就是米勒菩萨 假如你读《普贤行愿品》 经文很熟的话 《普贤行愿品》也有说 若然念《普贤行愿品》 一往升级了世界 一刹那中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文殊势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等 所以弥勒菩萨不但在兜率内院 也在极乐世界 事实上弥勒菩萨是等觉的菩萨 它是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所以事实上它是十方佛国土啊 都是现的 所以 修米勒菩萨的人 应该是很欢喜 不会障碍你修东方或西方 要施净土 何况 贤节呢 下面一尊佛是米勒菩萨 所以米勒菩萨 现在就在东帅内院 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它会下身这个人间 所以我个人呢 是因为读了《般若经》 《现观庄言论》 《大般若经》 以及读《瑜伽式地论》的时候 我会更赞叹伟大 米勒菩萨的智慧 所以米勒菩萨不是你们一般想的 就是肚子大大的 然后 客人请坐 来吃素而已 那你太小看米勒菩萨 一般人知道的米勒菩萨 只是不带和尚 现在看幻灯片 我要很赞叹新加坡的佛亚寺 各位你们都见过吧 就在你们新加坡嘛 赞叹尊贵的法兆大法师 发愿见了佛亚寺 非常的庄严 以前的米勒菩萨呢 只有中间的一尊 然后呢 以前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现在呢 已经雕好了 所以变成呢 有两个侍者 而且后面有龙 所以米勒菩萨是非常庄严的 尤其这样的造像是唐朝 十地菩萨的造型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所以今天 共修第一天 我带大家念 米勒菩萨的 所问会里面的祭送 而这个祭送 不但是这一次为大家介绍 尊贵的第十七世大法法王 在菩提加爷的这个大法会呢 也是带大家送 那可能请工作人员 暂时不要关灯好了 因为大家要看讲义 请先开一下下 假如关了灯的话 我看大家呢 不是上升都帅内院 是进入睡眠三昧的 好 所以从第一页 一直到第五页 好 现在请合掌 我念一句 一段 你跟我念一段 好 祭送是两句一个段落 两句是一个段落 先合掌要念 南无都帅会上佛菩萨 这个呢 请合掌 你拿着你的经本 很虔诚的发愿 一起念三遍 好 一起念 南无都帅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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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我念一遍 你再跟我念一遍 所以是两句一个段落 请师姐不要挡到露营 这位师姐 你挡住了露营 不要急 慢慢来 谢谢你们服务 我今归命理 十方一切佛 请念 我今归命理 十方一切佛 菩萨生闻众大仙天眼者 佛菩萨生闻众大仙天眼者 一礼菩提心远离诸恶道 一礼菩提心远离诸恶道 能得身天上乃至正念凡 若我做少罪 若我做少罪随心之所生 若我做少罪随心之所生 今对诸佛险 今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今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我今身口意 所及诸功德 我今身口意 所及诸功德 愿做菩提音 当成无上道 愿做菩提音 当成无上道 十方国土中 供养如来者 十方国土中 供养如来者 即佛无上智 我今净随喜 即佛无上智 我今净随喜 有罪悉忏悔 侍福皆回喜 有罪悉忏悔 侍福皆随喜 我今理诸佛 愿成无上智 我今理诸佛 愿成无上智 十方大菩萨 正于十地者 我今集首礼 愿宿正菩提 我今集首礼 愿宿正菩提 我今集首礼 愿宿正菩提 得正菩提以 吹福于魔君 和正菩提以 吹福于魔君 转清静法轮 饶益众生类 转清静法轮 饶益众生类 常愿住世间 无量聚之节 常愿住世间 无量聚之节 吉于大法谷 度脱苦众生 吉于大法谷 度脱苦众生 我莫于玉泥 贪神之所系 我莫于玉泥 贪神之所系 种种多禅福 愿佛垂观察 种种多禅福 愿佛垂观察 众生虽构重 诸佛不厌舍 众生虽构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所行菩萨道 我今愿修学 所行菩萨道 我今愿修学 聚主波罗密 成就六神通 聚主波罗密 成就六神通 度脱诸众生 正于无上道 度脱诸众生 正于无上道 了知诸法空 无相无自信 了知诸法空 无相无自信 无助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无助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又如大先尊 善了于无我 又如大先尊 善了于无我 无捕特切罗 乃至无受者 无捕特切罗 乃至无受者 于诸不失事 不止我 我所 于诸不失事 不止我 我所 为安乐众生 施语无签令 为安乐众生 施语无签令 愿我所失物 不假公用生 观察了知空 聚施波罗密 观察了知空 聚施波罗密 聚施无缺检 得佛禁施罗 以无所助物 聚施波罗密 忍入如四大 不生分别心 以无称惠故 聚施波罗密 愿以身心力 发起大精进 坚固无懈怠 聚勤波罗密 天坚固无懈怠 聚勤波罗密 以如幻如化 及勇猛精进 以如幻如化 及勇猛精进 金刚等三昧 聚禅波罗密 金刚等三昧 聚禅波罗密 愿正三明治入于三波门 了三世平等聚会波罗蜜 了三世平等聚会波罗蜜 诸佛妙色身光明大威德 诸佛妙色身光明大威德 菩萨精进行愿我皆圆满 菩萨精进行愿我皆圆满 弥勒名称者勤修如是行 拒六波罗蜜安住于十地 以如是所作无量之功德 于地狱恶鬼畜生于非天 以地狱恶鬼畜生于非天 恶趣恒气舍愿获慈世国 恶趣恒气舍愿获慈世国 彼勒狮子佛未来教化时 彼勒狮子佛未来教化时 我主圣菩提是无上授祭 我主圣菩提是无上授祭 愿以此善业于生生世世 以此善业于生生世世 得获狭满宝能依善知识 得获狭满宝能依善知识 承担群生苦愿行弥勒教 承担群生苦愿行弥勒教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我们有五天的讲座 所以前两天我会带大家用念的 第三天就会用打木鱼 所以用颂的 所以希望大家这几天回去练习 在第五页第十一行有写 《大藏经》是道二十四宋 但是尊贵的大宝法王 请了汉帝的弟子 重新编了这个祭寿 所以二十五到二十七 是出自于嘎举派的祈愿大法会 接下来我们念三遍 南摩大慈弥勒菩萨 然后不要停 接着就念往生奏三遍 南摩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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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菩萨摩摩 阿滋米勒菩萨摩 阿滋日落佛 耶穌塔借堕 耶穌地耶穌 阿滋日落佛 阿滋日落西浹滑地阿滋日落佛 欣辈心优优手 藍树属丛 魯拉忍力raft 尖当驱边 喀米离-da-vi-tyat-lān-do-cyetāmi-niyajjē-nlā 诸凸凸凸 ㄀邵-do-cyat reconstruction 喀 喀 啸 便 呍 � takeaways-nā-m requests 喀 喀 啸 哀 絡 riad � helm 饺 滴 滴 吉� Taroko 喀 喀 ranking 止暴-що 止暴-bi-da-vi-ya-vas 喀 喀 怏 淇用 CC 止暴- habits 喀 基本 是喀 喀 耀 起 Exchange 神佛 Ro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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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关灯 静坐五分钟 先把你的心给静下来 先把所有的白色的灯都关掉 谢谢工作人员 当你从早到晚 一天的心都在外面跑的时候 请你先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背挺直 肩膀放松 眼睛打开一半 你可以注意呼吸 也可以注意丹田 也可以注意坐在大宝莲花里 先静坐三分钟 要听无上甚深的微妙法 你必须先把心静下来 不要以散乱心 以放异的心 这是听不懂无上甚深的果法的 好 开始静坐三分钟 听到的电扇没关系 你就专心你的念头 电扇的声音应该不会干扰你的 就会让你回答了 终于有点耳心的认识 我可以听不懂的 我可以听不懂的 好就像我一样的声音应该不会干扰的 好就像我一样的声音应该不会干扰的 假如你觉得很累 请你把他舌头卷上去 顶住你的上额 口水它就会从上流下来 你的身体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眼睛请不要闭起来 不可以睡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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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众生造的业都比以前深 怎么说呢 以前渔夫一天打鱼呢 大概钓五十条鱼或一百条鱼就生意不错了 现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餐厅 restaurant 你都会点什么 seafood 对不对 不管你学佛 或没有学佛 你是完全素食或非完全素食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用心的观察一下 全世界的所有的餐厅在一天杀了多少的海鲜呢 而且全世界现在不但新加坡有者 新加坡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进口 像我们台湾现在叫电动图台长 一千杀呢 可以杀上一万只的众生啊 也就是说现在科技业发达 其实众生所造的业是比以前多的 当然现在的众生若能够用科技帮助众生 弘扬佛法做功德 现在听说呢 七月超度还有上网报名的 祖先就在网络解决了 时代不一样了 你真的相信祖先在网络就可以解决的吗 当然要看你的心 师父没有否定 因为我也用电脑 我就说以前的和尚是不用电脑的 现在用电脑也用手机 所以动机 你的动机很重要 你的大悲心很重要 所以你在现代的科技里面呢 你也可以用科技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 你会积无量的功德 但是我刚才讲的重点是 所有的众生因为现在科技进步 所以你要想想看 全球快十七亿人 十七亿人 一天杀了多少的生你知道吗 好几亿的众生 不管大的跟小的 所以未来的众生战争会很多 苦难也很多 甚至未来的众生死的时候 都是一票人一起死的 不管是天灾 水灾 地震 火灾或风灾 死的都不会是单独一两个 为什么呢 那是贡业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不是只有七月 是所谓鬼月 从佛法角度来讲 七月是报恩月 甚至七月也不是单单超度的月 好像你从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做了坏事 七月超度一下 那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再做一下 十二月再来超度 不是这样的 佛法日日都是好日 日日都是吉祥圆满的日 所以希望所有的佛弟子 从明天开始连续念一个月的 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进土陀罗尼 为自己 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国家 为无量的众生 这个都有很大的功德 仰仗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而且将念往生中 你也不用任何的一毛钱 若你能够在家佛寺里 晚上参加法会 那当然也会很吉祥圆满的 所以希望大家发心一个月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话那就掌声鼓励 先鼓励自己 不可以打妄语 没有念完是不可以睡觉的 师父也会念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往生神咒 念一个月 好 接下来 这个是讲经前的供修 我这一次介绍的是 弥勒菩萨所问会 希望我们发愿在龙华三会的时候 你可以在地球见到 梅勒菩萨 假如你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不用担心 梅勒菩萨下身的时候 你会做着大宝莲花 来这个世界供佛的 所以你一样会见到 梅勒菩萨 假如你在东方药师净土 你也会呈药师如来的加持 可以见到 梅勒菩萨而成佛的 至于发愿与回向 我这次准备了三个 请看第六页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作业 请你预习第六页到第八页 请看幻灯片 一 梅勒净土发愿文 这是由我们中国古代 元政法师所写的 明天开始我会带你念 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先念 往生极乐世界发愿文 所以在这里 我要公开的先跟你说 念法华经 你要去哪里呀 哪里都可以去 在最后一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第二十八品是说 念法华经的人会遇到 梅勒菩萨千佛授手 而且梅勒菩萨跟 梅勒内院所有的菩萨 都会来接你 这在经文会解释 可是在 药王菩萨本视频 经文里面有写说 好 请翻开二十九页 第二十三页 二十九页第二十三页 在药王菩萨本视频 二十三品里面就有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念法华经 我单单念这一品 药王菩萨本视频 灵命中的时候 也可以往生 安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以我把经文已经列出来了 二十九页第二十三页 换句话说 念法华经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事实上告诉你真话 念法华经 十方佛国土 你都可以去的 关键在你的愿力 所以翻回来第六页 这一次我也会带大家一起学习 弥勒净土发愿文 所以从第六页到第八页的上半段 希望你先念一遍 不 至少念三遍好了 念太少了 实在是是 希望你练习 我们也发愿将来会见到弥勒菩萨 事实上弥勒菩萨也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请看幻灯片 所以这是我去中国云冈石窟 我亲自拍到的十地菩萨 也是交角的弥勒菩萨 现在弥勒菩萨就在都帅念院 那十一地就成佛 有些经论是说十三地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争论 为什么呢 初地 二地 三地修 修到七地之前 你都会静静退退 到了八地 动地菩萨 我在静明佛学社介绍观音法门 有介绍过 那我就不重复 因为几乎一半的连友都听过 没有听过的人呢 等一两个月以后会有DVD流通 所以十地是叫做 交角弥勒 八地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 这张幻灯片你可以看到 弥勒菩萨是交角 为什么叫交角呢 表示他福德 等一下还不要换 对不起 不要切掉 请回饭灯片 我还没讲完 不一定一直都是陆师傅 大家都现在是新红法师 请看 为什么叫弥勒交角呢 代表福德跟智慧 两种双运而结合 所以他是十地菩萨 那左手边是菩萨众带宝观 右手边是天人 那表示弥勒菩萨的天上呢 有无量的天女 也有无量的眷属 也有无量的这个 所谓的莲池海会 弥勒菩萨他有兜率内院 他也是眷属无量的 而且弥勒菩萨他讲经的时候 他在兜率内院讲经的时候 十方佛国土的人啊 也都可以上身兜率内院 听弥勒菩萨讲经 所以明天我会带大家念 这个元政法师的 弥勒净土八愿文 第二个 好 请看下面 第八页 极乐净土精简八愿文 这个你并不陌生 出自于普贤行愿品 最后的祭送 好 接下来 再看第九页 第九页我为各位准备了 很特别的 就是玄庄大师 亲自依经文而翻出的 赞弥勒四里文 这是玄庄大师 每天自己都念的 我很高兴这次为大家找到 是由玄庄大师亲自翻译的 请看幻灯片 玄庄大师自己西天取经 事实上他是一个人去的 没有孙悟空也没有谈三藏 这是中国人后来编的武侠小说 玄庄大师他是 你看穿身鞋 右手拿着这个 扶帆 扶帆是什么 擀蚊子 左手拿着金点 你看他后面背着全部是金蚊 头上还吊着一个香炉 他走路的时候都还供佛 所以新加坡的莲友 有些莲友跟我说 师父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可不可以不要供香 我反问他 那你要不要成佛呢 要供香 当然香有很多种 不一定要买很贵的 可是不要省吃又减用 就去了你家 电视是四十二大寸的 香只有一点点 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福报的地方 你的心量不够虔诚 看玄庄大师 他是一个人去的 注意玄庄大师上面有骷髅头 所以事实上 他研究所有的经论 但是他是显密都修的 他主修什么法门呢 注意听 有很多很多法门 简单的讲是归纳两类 第一个观音法门 我后面会讲他的故事 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碰到食人族的时候 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的高僧来 肉都很多 吃唐山藏的肉会得长僧 你看孙悟空的西游记里面 不是这样写吗 但事实上 玄庄大师在经过中国 到丝绸之路 到科神明尹尔的时候 经过落后的部落的时候 的确碰到十人族 他都是念观世音菩萨 还有念般若心经 但是呢 玄庄大师每天晚上呢 睡觉的时候 是发这个四个愿的 赞弥勒四里文 他发愿上身都帅内愿 所以他跟虚音老和尚 现在是在都帅内愿 所以我很高兴的呢 我会以不同的时间 带你们发这个愿 从第九页到十一页 那全部呢 也打了罗马转写了 汉语拼音 所以你就可以好好地用功 那假如你要用功 你就念南摩都帅会上佛菩萨 念刚才的祭奏 结束以后呢 你要念往生咒三遍也可以 也有念弥勒菩萨的根本咒也可以 接下来那你就要念 弥勒菩萨的名号 至少念一千声 No discount Sorry 至少一千声 完了以后就发愿上身都帅内愿 你也可以去见到弥勒菩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幻灯片 请各位翻开第十三页 十二页的目录你自己看 因为我只有五天 所以我必须要讲很多的东西 请你专心听看幻灯片 我们在这个地球 因为尊贵的释迦摩尼佛而成佛 事实上印度菩提加也 是贤结千佛也会成佛的地方 现在释迦摩尼佛 虽然的化身佛视线入灭 我说视线入灭 事实上释迦摩尼佛现在还在 在灵山会上佛菩萨 释迦摩尼佛在梵网经里说 他也来地球来了八千次 所以事实上化身佛是入灭了 可是他的报身是不生不灭的 利益众生 法身也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贤结千佛的这张图片里面 说明了下一尊弥勒菩萨 也在这里成佛 很不可思议的就是 不管经过地球几次核爆炸 经过多少万年万年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形成的时候 地球有很多的国土 国土完了以后 世界的中心点就在印度 菩提家野 所以当时人的寿命非常大 有八万四千岁 以佛经来讲 起码每一个人有十层楼这么高 不是像我们这样小小的 我们这样小小的 是因为我们的福德功德力不够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人建 都是可以建高楼大厂 可是那时候的人 都有八万四千的寿命 福报很大 起码有十层楼上以上这么高 所以 弥勒菩萨就在这里成佛 当时的龙华树 就是现在的菩提树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名称而不同 所以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成佛 是第四尊 下一尊是弥勒菩萨 在这里成佛 第六尊叫做狮子吼佛 就是现在的噶玛吧 十七世噶玛吧 将来呢 会做弥勒菩萨的弟子 弥勒菩萨会亲自为他授记 他会是贤解 第六尊佛 会弘扬南传 北传 也会弘扬藏传 以及弘扬无量的教法 很有趣的是 所有的佛呢 都会讲几部 共同的经论 因为太多了 我简单归纳说好了 第一成佛的时候会讲 大方广佛华言经 所以你每天念 普贤行愿品的人 如果能够往生 极乐进度很好 如果万一五十九分去不了 那没关系 下面一尊佛 你会碰到 不用担心 你不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 你不用担忧 第二个 佛灭度的时候 之前一定会讲 涅槃经跟法华经 所以没了菩萨 也会亲自讲法华经 第三类的经典是 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假如以一座山来做比喻的话 刚开始呢 是大方广佛华言经 以大乘的角度来讲 当然他也会讲阿涵 不过阿涵是在华言经之后 他先度大菩萨 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讲华言经 然后佛呢 一生讲经说法 到了山顶端的时候 他讲什么呢 讲大般若经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有二十二年 佛每天都在讲大般若经 佛不是只有讲一部金刚经而已 佛是讲六百卷的大般若经 天天都讲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佛当然也介绍其他的 比如说大方等的经 还有介绍进佛国土的经 比方说弥勒上身经 弥勒下身经 弥勒菩萨本愿经 还介绍无量寿经 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佛都会讲 所以第三类最出胜的是 波尔波罗蜜的经典 第四类的经典是什么呢 讲止观禅修的经典 禅修的经典 可能一般人读得比较少 但是事实上大藏经里面 有很多南传北传 乃至金刚称的禅观的经典 第五类的经典是什么呢 讲进佛国土 注意听 只有佛成佛 才可以为你讲进佛国土 比方说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南传佛教 释迦摩尼佛 你到泰国斯里兰卡里面 你看到他拜的就是释迦摩尼佛 还有你问他呢 他还会拜未来的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弥勒菩萨 所以在阿含经里面 只有讲到两个菩萨 一个是谁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叫善会菩萨 善良的善 智慧的罪 善会菩萨 也在都帅内院 所以换句话说 注意听 都帅都帅 不是只有没了菩萨 才住的 在地球里 显结千佛 要成佛的前一身 每一个人都要上身都帅内院 换句话说 第六尊 噶玛巴要成佛之前 他也会上身都帅内院 第七尊佛 也会上身都帅内院 因为都帅内院呢 善法堂 是菩萨功德 实地而显现的 再看下面一张 所以 换灯片 所以中国的云刚石窟 讲的是大乘佛法 我再归纳一下 有五类的经 你要记的话可以 第一 是会讲华严经 第二 讲法华经 第三 讲般若经 第四 讲止观的经典 第五 讲 静佛国土 所以你们念的阿弥陀经 其实是第五类 其实你要五个呢 完整的学习 你才知道 大乘佛法很殊胜 所以 这部 《妙法莲华经》 在下一尊弥勒菩萨 他也会亲自宣讲 好 那先看 下一张图片 印度在菩提加爷的石雕 在供佛的时候 以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佛的佛雕 跟我们现在新加坡 很多道场看到呢 有一点不太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西元 一二世纪 一世纪到三世纪的时候 都这么雕的 雕什么呢 中间当然是释迦摩尼佛 右边 是燃灯佛 各位 你怎么知道燃灯佛呢 各位读《金刚经》 还有拜金刚宝灿 有没有 燃灯佛为释迦摩尼佛授记 第一个阿森奇节 圆满功德的时候 所以右边是燃灯佛 请问新加坡 有没有雕过燃灯佛 我没有每个寺庙都去看 依我所猜 掐指一算 应该是没有吧 因为你们必定 布置佛堂跟建道场 是要依经顿根据 会比较圆满的 当然每个道场 都有不同的道风 所以右边是燃灯佛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注意 左边就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真话 假如你越学佛法 越精进 越用功 你会越感谢释迦摩尼佛 因为没有释迦摩尼佛出世 你连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都听不到 你也更不知道 有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我常常说过 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两个人 不会吵架 也不会抢信徒的 因为他们是无我的 可是你会知道有弥勒菩萨 你也要知道有阿弥陀佛 甚至要知道东方要是佛 十方的佛国土 谁告诉你的呢 从释迦摩尼佛嘴巴亲口而说的 所以你们过年拜三千佛的鸿鸿宝灿 也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不相信的话我做一个实验 不要今天免得把你吓跑了 明天你们都不来了 你可以拿一张纸 你写写看 你可以背出多少个佛的名号 我看你八十八佛的名号 不一定都背完 看看你可不可以写出 一百个佛以上的名号呢 我两百个佛的名号 不可以自己乱乱造 你不可以写说南摩新红佛 没有这样子的 我成佛的时候不会叫新红 不会更好的印着名字吧 所以过去现在未来 都听过释迦摩尼佛的金口宣说 你才知道另外一个佛的名号 所以阿罗汉 他是不知道有其他世界的 阿罗汉 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很多阿罗汉是这样 坐在那边有听是没有懂的 还有有些阿罗汉甚至把耳朵这样塞起来的 因为他不欢喜 因为佛在法华经里面讲的是 大菩萨的境界 跟进佛国土的境界 阿罗汉觉得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好 再看下一章 所以我在西藏 对不起 我在西藏佛教里面 尼泊尔有一个叫普拉哈里的圣地 就拍到了过去燃灯佛 一个寺庙 大概你大殿佛像这么大 同流金而雕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他头顶上有一个设立塔 燃灯佛过去生生世世都造佛塔 礼拜设立塔 而且绕塔 所以造塔是他一个成佛的资粮 就像多宝佛 对 讲法华经的时候呢 多宝佛塔就会现前 所以这张照片是燃灯佛 中间释迦摩尼佛 做降魔的手印 拿着波 下面一张你看尊贵的未来弥勒佛 所以弥勒佛是很庄严很庄严的 所以我觉得庄严道什么 庄严道就像佛牙寺雕的大丈夫像 真正的弥勒菩萨是这样的 至于我们讲布带和尚 那是他的化身果 对不对 所以弥勒菩萨是完全具足佛的功德 当然这张里面呢 同流金的呢 他也要上品说法印 说什么呢 说华严经 法华经 过耳经 跟无量的经典 好 现在请大家翻开第十三页 第十二页的目录 就请你自己看了 请看第十三页 前言 虽然是讲最后一品 最后一品当然很精华 所以我也会简单复习一下 前面你有听过跟没有听过的重点 听过的脸友请专心听 不要生烦恼心说 哎呀 师父我这个听过 听过了你不一定懂吗 听过了你要常常训习啊 没有听过的脸友请专心听 请看第十三页第五行 科判分基门跟本门 这是智者大师判的 注意听 在所有大乘的经论里面呢 只有法华经 有两次流通 基门 第二个本门 基是什么呢 print 像呢 假如下雨天 牛啊 踩在泥巴里 牛就有 或是脚印 所以这个叫足基 还有你们呢 在新加坡 每次很喜欢做昂姑柜 对不对 昂姑柜 你们不是有木板吗 对不对 把它合起来 然后就跑出一个昂姑柜 对不对 那木头呢 上面刻的那个昂姑柜的那个花纹 就叫做基门 这是意思 本门呢 是讲它本来的功德 所以妙法莲花经 从第一品到第十四品 是讲基门 它有以一 以二 以三 续分 正宗分 跟流通分 所以到十四品 安乐行品是一段 接下来本门 本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 它本来殊胜的功德 所以从第十五章 到二十八章 尤其各位最常常念的 普门品 对不对 是在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是讲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 它正入到十地菩萨的功德 能够寻生救苦 求男孩求男孩得男孩 求女孩得女孩 所以观世音菩萨 二十五品啊 事实上是很深的 不是你们读得的 只有故事而已 它每一个表示 比如说男孩 表什么 表善巧方便 女孩代表 般若波罗蜜 而各位一般读呢 你只是知道故事而已 真正法华经的后面 意思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注解最好的是谁呢 伟大的智者大师 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他一生度的出家人呢 有十万人 他一生的弟子 有好几百万的弟子 全部都是送 妙法莲华经 所以可见 法华经的功德 是很大的 好 那看一下幻灯片 这个方便品呢 我去年六月份 在佛教青年红法团 讲完了 对不对 安乐行品呢 是2006年六月 在大碑佛教中心讲过 接下来 16跟17呢 我在双灵寺 2007年12月讲过 很抱歉 这个好事多磨 这套DVD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我还在努力中 那25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很好 有很多团体也请我讲 但是很抱歉 因为很多法师都讲过了 所以我就不要抢人家的饭碗 所以我就没有讲这一品 事实上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是非常好 假如各位有怨心 能够从第一品 一直念到最后一品 甚至第一品 听到法华经 最后一品 28品 以在家居士来讲 至少要一年 你才会全部听完 而且还不能缺席 所以要读大方广佛 大称妙法莲华经 全部的念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假如各位只是读 普门品的 当然很好 因为观世音菩萨 跟中国的缘很深 从这个 魏晋南北朝 前情的福坚 福坚国王他生病了 他突然做梦 梦到说 有一个老太太跟他说 你念普门品 而且你发愿 印这部经 你造一尊 观世音菩萨的像 你的病就会好 后来国王做梦以后 前情 福王福坚 他就问他旁边的文物百官 天底下有叫 普门品的吗 他说有 皇帝 有啊 这是佛经里面 妙法莲华经 普门品就来 他说 那你把普门品拿来看看 给我看 那当然了 以前的佛经 佛经是木科版的 我用抄的 前面一两页 都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所以当他一拿到的时候 整个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就放光了 哇 他就非常欢喜 他就开始念 而且下令 全国的人都念 普门品 而且大概是大量 印普门品 而且造观世音菩萨 所以中国从此以后 没有一个人呢 跟观世音菩萨 没有缘的 所以普门品 在中国华人的世界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流通 我自己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也是念心经 大卑咒 跟普门品的 但是假如你念了 普门品之后 我希望你从法华经 第一品开始念 这样的话 你的心量 功德力会更广大无边 所以我觉得 法华经五品很重要 假如你能够念 二十八品很好 如果不能的话 起码请你念 这五品 请看幻灯片 这五品有它的意思 我把它放出来 你要超可以 第一 安乐 方便品 第二品 是讲你的见 左边讲 见修行果 是以金刚称的角度来解释 右边的性解行政呢 是以华言经的解释 意思是什么呢 你对法华经啊 要很深信啊 你要常常读方便品 因为佛就是在第二品里面告诉你说 要破斜显正 设一切的教法 身文尘 圆绝尘 菩萨尘 三尘而入一寸的佛法 大部分的解释是在第二品 在第二品牌达文 三尘 还有三尾 两尸 마지막